大家好 又是我卡洛斯 在之前介紹古典吉他製作影片中 我好幾次提及木材拼貼和甲木這兩個名詞 很多朋友因為這樣而聯絡我 就問甲木究竟是怎樣處理的 我可以在這裏告訴大家 甲木這個技術不單是用於樂器製作 還可以用來製作很多其他物件 因此今天我想花點時間和大家討論 為何我們需要甲木 以及整個甲木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說到為何要進行木材拼貼 其實是有雙重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當我們沒有那麼大塊的木頭 而我們又想製作一件很大的物件 我們又需要將兩個木頭貼在一起 然後去製作 舉個例子在吉他製作方面 其實沒有一棵樹有那麼闊 為何我會用一塊這麼大的結他面板 原因就是用一塊這麼闊的木頭 將它片成兩塊 然後將它鏡射地拼貼在一起 變成一塊這樣的板材 不單是面板是這樣的 連結他背板也是這樣做的 這樣的做法 第一就是跟剛才所說的 因為沒有那麼大塊板 第二就是在結他製作方面 如果能夠令到這邊的木紋 和這邊的木紋的紋理 是對稱的話 結他兩邊發出的聲音也會對稱 對製作樂器的音色處理上來說 是最好的選擇 而在結他身上 另一個夾木情況 你就可以在琴柄上看到 大家看到這個琴柄是曲的 如果我要用一條木材去製作 我豈不是要找一條這麼粗的木材 才可以切割出來 但在行九以來 我們做結他的做法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會找一條木框 再加另一個木框 夾在這個位置 所以認真看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條膊口 連這個位置 都是用三塊木材去拼貼而成的 用了這個方法 結他製作上高 成本就低了 但是 因為有這條夾口 可能你的結他就沒那麼值錢 除了西方樂器之外 中國的樂器 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大家看看二壺的情況 這段影片 卡樂師是在山東製作二壺的時候拍攝的 當時我做這個二壺頭 就有別於傳統二壺 我只是用了三塊木材去拼貼而成 並沒有像傳統二壺一樣 用牛骨片來拼貼 但無論怎樣 跟結他琴柄的道理一樣 都是為了節省材料 而二壺的琴筒 更加是沒有一棵這麼粗的紙彈樹 所以更加要用六塊木拼貼 才可以做到六角形的琴筒 和大家分析完 在樂器製作上的 為何要用到甲木之後 大家應該會明白 有時為了省分木材 又或者木材本身不夠大塊 我們真的要用到甲木這個方法 但我剛才提到 甲木還有第二重意義 而這個意義 就有些為了追求 製作出來的物件 外觀 好似我面前這個杯 大家可否看到 它是由多少種木材去夾成的 沒錯 就是用了柚木和松木拼貼而成 我們便可以把這種夾木 來製作木材器皿的方法 當成一種藝術來看待 好像這個木碗 我印象中 是拿了一塊澳洲來的木頭 和一塊紐西蘭的木頭 拼貼而成 為我來說 又有另外一重紀念的價值 又好像我手上這支 以天吐龍筆一樣 世上有兩支 我以前都曾經製作過影片 是講述它的製作過程 裡面 用了五種不同的木頭 拼貼而成 而拼貼完之後 我更加將整塊木頭 夾上車床進行木工車仔 才令到這兩支筆的外觀 禁別出心裁 又令到這支筆 有一種獨一而無可取代的價值 好了 講了這種木材拼貼的雙重意義之後 大家一定會有興趣想知道 怎樣真真正正去進行鴿木 其實現在我們做鴿木 就簡單得多了 因為我們以前年輕時學習 就是使用一種黏合劑 那種黏合劑叫做木膠粉 是一種粉狀的物體 就要混合水 調教出來 然後就去拼貼木材 等乾的時間要七個小時 我手上這杯和這碗 就是這樣拼貼出來的 但到今時今日 就出現了很多 用來拼貼木材的黏合劑 例如我拼貼二壺的木材 我多數會使用101膠 或者502膠 而我在製作吉他的時候 我用的是這一種Tiebon膠水 因為我們用膠水來拼貼樂器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 應該要不影響樂器發出的音色 而Tiebon膠和白膠漿的配方類似 和木材非常吻合 效果一定好過木膠粉 又比木膠粉和白膠都快乾很多 而且擠擠設計適宜 施工簡單 蓋上蓋子也不會容易在瓶裡凝固 如果來到現在 我又要製作一些 用到甲木的木器皿 我相信用Tiebon膠也可以幫到我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用Tiebon膠 來做甲木的木材 車制是否成功的話 就要留意下一集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